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为奇特的是 作为女性用品店 这里失去的文雄 内裤和化妆品 并不是一般盗贼的选择对象 一般人他不会去偷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你如果随意性的去嚣张是很难的 像那个化妆品 化妆品他偷的都是一些品牌的 品牌这些化妆品 如果你要不是在一个很正规的一个场合去出售这些东西 人家肯定大家都会认为你这个东西是假的 如果是假的话 你作为一个商品来卖 卖不了几个钱 支不了几个钱 窃贼偷东西是为了销赃变钱 并且是尽快 尽可能容易的将赃物变成钱 才是正常的 如果没有销赃渠道 他偷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 这名窃贼为什么偏偏喜欢偷盗这些卖不了几个钱的女性内衣和化妆品 北道的女老板曾经怀疑 是不是有些心理变态的人对自己进行恶意报复 接到报警的民警们却并不这样的认为 根据民警们掌握的信息 这种奇怪的案件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2008年11月份 位于金昌市一家繁华街道的灌贝丽女性服装店 曾丢失15件高档女性服装 我们当时挂了有四五十件 它竟然是挑了12件最贵的 我们当时看见以后就特别生气特别愤怒 2008年12月份 延安路明园日化化妆品店 丢失大量女性化妆品 后来可能大约有就是化妆品 有三千多块钱的 这就是把我的那个一件皮价克带走了 再还有其他三家店 就是这个熊衣草 还有那个和女子精品 还有前面一个天师专卖 这一条街连着这是五家 同时就是在一个月之内都会到 很可笑的说 就连那个女童子用的那个卫生巾啊 卫衣这类都有 根据民警们掌握的信息 女性用品失窃的案例 甚至涉及到了干洗垫和美容院 美容院一般丢都是这个 女人的那个内衣内裤 男兄这类的 很多黑衣就是很不理解 到底他处于什么目的 甘肃省金长市是一个工业城市 被称为是中国聂都 国有大型有色金属集团公司 金川公司就坐落在金长市 也正是因此幸福禄派出所的民警们 所接触到的窃贼 一般都以盗窃有色金属为生 像这样的呢 去做 实际上我感觉比偷店面 一个要容易得多 而放着利润更大 消赃更容易的东西不偷 为什么会有窃贼 对内衣文兄之类的女性用品 如此感兴趣呢 男女喜欢谁 男的剑就是那个高档 难道这名窃贼 会是一名少见的女贼 偷女人内衣 拿来自己享用 这种想法曾经闯入过民警们的脑海 然而 犯罪现场显示出 窃贼应该是很有力量的强壮男人 还要卡到这条位置上 拿窃杠 不要掰开 他所说窃杠 因为这个人的窃门的方式很简单 有的他直接把一个窃杂门的两侧 固定窃门的门栓把它弄折 铁制的那种防盗门 他也是就是说直接拿窃棍以后就是破坏性的 直接就把门锁就给窃坏了 那条力气大的力气小的他做不了 而所有的案件作案手法类似 民警们怀疑应该是一人所留 随着分析的深入 所有民警共同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 对犯罪现场勘察中 大家发现 这个窃贼的心里肯定有些变态 在盗窃明元日化殿的时候 窃贼不仅勒死了店主人的宠物狗 而且将狗的尸体炫耀式的 却挂在了柜台的正上层 把狗挂到货架上把狗直接吊死了 这个人完了以后可能性格上有问题 这个对这个他这个比较就是残忍的 此时诸多案例已经刻画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形象 让这样一个疯狂盗贼活跃在城市的午夜时分 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但是所有民警们已经掌握的案件中 没有任何目击证人 现场也没有任何线索 这啥这其他小点 那么要到哪里去寻找这个疯狂而且变态的盗贼呢 正当民警们没有什么线索的时候 一名特勤提供出来一张照片 作片上的嫌疑人穿着一套金川公司的蓝色工作服 特勤为什么会认为他就是民警们所寻找的窃贼呢 照片的来历引起了民警们极大的兴趣 而据特勤介绍 这张照片的故事可以追溯到2003年 因为这个贼前些年我们俩就交过手 是2003年的一天晚上吧 5点钟 就是天快亮了 他以后骑的自行车 从我们在步行街车上拖的铝合金 还有铝钢中锅 还有个不锈钢的高压锅 高压锅是那种新鲜的 完了我说站住 你干啥的从哪拿这个铝合金 他说你管我那么多人呢 我说走到公安局下 他说我偷弄一关你查车 他把车子扔下来 真好 这名特勤曾经做过联访队员 对于小偷有着一份敏感 他迅速追了过去 并且跟窃贼进行了打斗 燕了一出京剧三叉口的真人 我两个人打了半个小时 他最后被我把这弄的 他就穿了个内裤跑掉了 衣服都被脱掉了 皮带也掉了 虽然这场黑暗中进行的打斗 特勤并没有看清窃贼的脸 但是他依然记得那名窃贼的基本特征 他那个走路方式和别人还不一样 稍微有点腰猫着呢 就一看就长 上身长 走路去以后就斜着身上往前走 在简短的对话中 特勤还听出那名暴贼 操着外地考虑 不可思议的是 几年之间 他曾多次在夜里遇到过这个人 他老换衣服 他经常穿一套蓝西装 有时候是白西装 经常把脸遮住 戴着口罩 速度一见着我特别快 他见着就跑 而在2008年 特勤还在一个犯罪现场 遇见了他 当时我一看这个电容没关 我说是不是随着电容喝醉了 还是干啥了 我就进去说看看 结果我刚到门口 这个贼反应特别快 直接就跳出来 跳到毛头身上 我就拿相机给他拍下来 一边追一边拍 在这张照片中 窃贼在左口袋内 清晰可见作案用的绳子 然而让特勤遗憾的就是 在多次与窃贼的相遇过程中 他从未拍到 也没有见到过窃贼的正面 直到2009年4月25日凌晨 在金长市商业步行街 案件多发递乱 他再次看见了 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说我能觉察到 个头也笑 完了我就刚好放到闪光灯 等上我一边开车上 就照了一下 我说师傅停下 他就你干啥 掉头的骑上车子就跑了 这个人说话 同样是外地口音 虽然当时没有见到他的不安 但是特勤确信 这个人就是他经常碰到的窃贼 这个特勤提供的案件线 来源真是可靠性比较大 通过他反映的这个线索 完了以后 我们也破获了不少案件 但是根据特勤反映 在他碰到窃贼的时间段里 所发生的案件 被盗的却不是文凶内衣 而是用金属制成的东西 金属一类的 他特别感兴趣 就像前些年的话 那时候铝洋傻铝合金 03年的时候 他就投的铝合金和铝锅 后来是电视机和VCD 他会是民警们最被关注的 那名喜爱盗窃女性用品的窃贼吗 由于许多案件并不在自己的下去 幸福路派出所的民警们 对新发现的案件 进行了重新梳理 发现有一个共同的规律 通过这个撬到这个防盗门这个手法 我们判定这个作案的嫌疑中 是一个手上非常有劲 再一个就是那个 此这个这个身高 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 至少在一米七五以上 民警们发现 所有案件的作案手法真的非常相似 而且许多案件都反映出了 窃贼的个性特征 他进行细节式的盗窃 胆大妄为的窃贼 无耻的危害着别人的利益 这家店铺的主人是下岗的老人口 他们辛辛苦苦借钱 开启了一个小修理店 却遭到了两次细节 而一度关张 这个就没良心的一个 咱坏人嘛 我说你有一些自然 我刚死去 你有一些个差不多 你吃不上了 吃一次去 我的好东西拿上去 就拿了 是整个给他 江汉子的香菩 荣花的也给他拿上去 有些东西让我荣花的 那个小匠 给你整个气氛 你自己拿上去 就是要一块两天的手 更多的案件 让民警们加深了 对这名窃贼的印象 他们隐约感到 这个老贼 应该是他们所遇到过的 最职业 最老练 最疯狂的一个窃贼 而这张穿着 金昌公司工作服的照片 又能给侦察员们 带来什么线索 工作服上呢 有这个油漆 民警们注意到 在嫌疑人的工作服上 附着着一点油漆的斑点 因为他这种漆呢 是属于一种防腐的那种底漆 这种漆主要是粉刷在金属构件上 而接触到他的岗位 不是很多 窃贼应该就在他们中间 然而排查的结果 却让他们失望 难道工作服只是一种伪装吗 面对狡猾的盗贼 民警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就是选择了一个 一个最笨的办法 再设一个 这个家谁去 这个家 选择了在这个商业界 比较多的这些路段 去守候 民警们看来 如果特勤都能够经常碰见借铁 他们守株待兔 成功的几率也应该不小 但是一天过去了 两天过去了 三个星期过去了 还是没有发现可疑的身影 我们也私下 就是说特勤提供这个情况有出路 是特勤的信息有过吗 还是窃贼有所察觉 民警们无法回答自己的疑问 而就在他们信心有所动摇的时候 守候的第二十二天 一个意外事件给了他们新的动力 三名向民警围拢过来的意外访客 显然不怀好意 靠近之后 他们露出了凶效 说我干啥的 我说您干啥的 他说我要你命的 说炸上去的那个啥呢 我给动手的 打斗一触即发 而三个小伙子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刚要动手 其中一人便被靠上了手铐 拿着那三个 我说你赶紧蹲下 那两个就蹲下了 此时 敦手的民警正因为没有遇见窃贼 而闲得发慌 这他们就控制了以后 就会说了审查了一下 实际上呢 这三个人也是临时起了歹意 就想的是喝醉酒的 过去以后 把他在身上的钱 手机抢到 审查本来是正常进行的 但是询问期间 民警们偶然得知 其中一人是在洗头房工作的 而且民警和他一段无意间的对话 提到了一个与女人内衣有关的事情 完了以后这三个人呢 反映出了一个 在一个我们这个服务场所 曾经有过一个 这个身体比较壮 完了以后头发比较多 完了以后脚子比较高的一个人去 到他们游乐场所消灭 他们对这个人的印象 为什么这么深 因为这个人去 有一定的爱好 嗜好 他对这个女性完了以后 做出来一些 就是不是常人做的这个行为 去指 就是说临走的时候 要把这个人家的内衣内裤 拿走或者是偷走 在经常这个不大的城市里 如此怪癖的人不会很多 那么小伙儿所说的怪异的客人 会不会就是这个 爱偷女士用品的戒贼呢 完了以后 我们就两下到一起 认为这个 在这个二者之上 有一定的两下 民警在洗头房 又设置了守候点 但是两天来 这里并没有什么动静 相反 一直平静的广州路中段的一个路口 却出现了情况 那种体型 骑那么小的摩托车 晚上在路上碰到之后 比较内伤 特别一些 凌晨四年 一个身材很高的人 骑着踏板摩托车 而且只是开着小灯 这是窃贼的典型特征 在那个时候就说 是不是 我们跟一下 民警马上跟进 而此时 可疑的身影 似乎立刻觉察到了异常 在短暂的追逐中 民警甚至没有看见 可疑人的正面 他们只是眼睁睁看着小摩托车 消失在了小巷中 第二天 他们得知了一起新的案件 案件就发生在民警的包围圈内 对他呢 一点招都没有 一点招都没有 连跟巧都靠近不了 强烈的失败感 笼罩着每一名民警 如果如此近距离 都不能抓住窃贼的话 他们又该怎么做呢 民警们对下一步的工作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但就是在这侦破的转折点上 疯狂的盗贼 再次显示出来 过人的打扰 我们当时在八野医院 发现他就说 他正好就是说的 他这个车呢 是从这个 从东往上流 逃脱后三天 凌晨一天 守候民警再次看见了 可疑身影 因为有过上次的教训 民警迅速启动了 他们的摩托车 他上那个滑了牙子 直接人一站 车把一台 一烹油就上去 而就在追逐的过程中 民警们没有想到 行一人做出一个 让他们惊异的认读 摩托车骑着 骑到那个人行道上 然后停下来的时候 那个啥 跟我们那个啥呢 招手着呢 比较嚣张 他的举动分明是在挑衅 但民警们也不得不承认 窃贼的嚣张 是有底气的 这个人骑着摩托车很老 他钻的这个小刀 这刀刀很多 近几三兆两兆 你就走 嫌疑人又逃脱了 然而这次 窃贼的嚣张 也的确过了头 他想象不到 两次相遇 已经使他暴露了行踪 窃贼想象不到 他虽然逃走了 却也暴露了行踪 我们当时在八野医院 发现他就说 他正好就是说的 他这个车呢 是从这个 从东往西走 因为他 我们发现的时候 车上什么都没有 所以当时我们判断 他应该是 刚从住处出来 准备出去实施 作案 凌晨一点 也正是外出作案的时间 第二次发现嫌疑人士 他自动往西行走 而发现民警后 他转向北行驶 并有两次右转 在十八区消失 而在第一次遭遇民警时 他应该是盗窃归来 正自北向南行驶 遭遇民警后 走人行道 两次掉头 同样是消失在了 十八区的湖头 都是进了这个道以后 消失这样子 消失以后我们也再次分析 那么这个人在那个地段 那么对地形那么熟悉 方便 他不开大门 那么他肯定的 对这个家属区 是地理情况是相当了解 哪个地方有什么小汉汉 哪个地方 我在车上能过去 你地理过不去 我们怀疑 判断怀疑 他就是在这个胡同里头 现在严重低估了 民警们的分析能力 第二天一早 十八区的两派平房 已被民警们牢牢牢制 因为这条胡同是个 两头是同的 中间是死的 守住两个出口的同时 民警们也不定时地 对小区进行巡查 他们期望能将照片上的人 面对面地拿下 然而两天之后 又一件奇怪的事情 发生了 早上也在林村走 四点 走后民警 突然发现一个人 去了我的船 进来以后 直接进了那个 普通的第二派的一个房 并没有发现 窃贼走出小区 他怎么从外面围练 侦察员跟进了巷子 但心中充满了疑似 因为当时不敢确定 是不是这个人 所以民警 当时系列民警 侦察员对小巷 进行了初步观察 他们发现 这是一条死胡同 看来这一看 这个豆豆 是个死胡同 所以我们民警 就把这个豆豆豆 此时 心怀疑虑的侦察员 开始联系另外的侦察员 准备实施抓捕 我们掉下行李 但是 就在这关键时刻 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又一个意外发生 听着那个后院有摩托车的声音 原来胡同并不是死胡同 你在后头看起 根本跟那个前面情况不是男子 是两家 谁知他的终点里头是通的 欠贼似乎对这一天早有同位 他给自己留着后门 侦察员顺着摩托车的声音 加速奔跑 摩托后边的时候 就听着摩托车 哼哼哼哼 从逃跑这个行为推断 逃跑的人 必定就是民警们要找的窃贼 然而民警们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窃贼已嚣张的背影宣告 一个多月的暗战结束了 这个地方没挡着过照面 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 仓皇逃窜的窃贼 不可能不留下蛛丝马迹 在窃贼的出租屋内 民警们进行了仔细的搜寻 床的下面发现了一把断线钳子 后院停放的一辆人力三名车上 就有在我们掌握的被盗的水暖垫里 求行 防门 后院的墙上还留有烧东西的痕迹 民警们马上意识到 这是他们处理赃物的地方 所有迹象表明 住在这里的人正是民警们苦苦寻找的窃贼 在浴室摆放着多种高档洗涤用品 床上还摆放着失窃的内衣 而最重要的是 他们找到了一张租房协议 签名处写着邓国华三个字 这个协议当中上头的落款人 租房人 名叫邓国华 这个名字会是他的真名吗 民警们迅速进行了户籍查询 但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果不其然有这么个邓国华 网上是有一个邓国华 但让人吃惊的是 名叫邓国华的这个人 却并不是特勤所提供的照片上的人 两个街道相 案犯用的是假名字吗 还是特勤出了错 联系最后抓捕时刻的蹊跷 民警们醒悟到了真相 我们就白天就见到他 他给我打个对面 他一直盯着我 人家我就发现 我就把手机打出了 打开照片 对我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人 还是因为就是照片上那个人 我们甚至就说是 也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住 他也知道我们是干啥的 干什么的 但是邓国华的心理数字好 窃贼为什么会突然回家 在十八区两天的排查中 又为什么没能发现照片上的人呢 之前的蹊跷 现在可以解释了 擦肩而过的邓国华 才是真正的窃贼 特勤拍摄的这张背面的照片 也应该是邓国华 但是这张最关键的正面的照片 却出了差错 此时民警们经过不懈努力 从错误的地方开始 但最终走上了正确的路 民警们判断 邓国华经历三次追捕 必定会逃回河南老家 侦察员随即赶赴河南 侦察的时候 我们也得到的一条线索 邓国华曾经给别人放眼 经常的公公来抓我 他们永远抓不住 他有些不先是我们这个 经常公公的这个门列 三次成功脱逃 似乎让邓国华自信到了膨胀 但是这次 民警们已经将他掌握的一清二楚 他再难逃脱 2009年8月7日 疯狂大道邓国华落网 而在黑暗中胆大妄为的他 此刻在阳光下 丑陋而又猥琐 安德只剩了十多起点 当时那些店主就比较激动了 因为基本上都围攻过来 他就特别害怕 他就上车求我 他就求求你 千万不要让店主来 据邓国华交代 他在十多年前来到金厂 开始移收废旧金属为生 但是由于好意勿劳 很快走上了盗窃的道路 而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他疯狂作案 一百五十多起 涉案金额高达一百多万元 而且后来在我们这个 在周防了解过程中 老百姓也发言 就说是 自从邓国华这个案子 不合了以后 失去以后 宁静了许多 好多言见浮灭以后 就说再没听说 法国这同理的案子 应该说 这些是社会社会的独立 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人 他什么都谈 我们最后他谈的当中 他自己就教材说 我需要杀我投杀 我今天我想吃肉 他就投 我想吃牛肉 我投牛肉面吧 他已经就是这个 就跟他上演了 我们在跟他闲谈当中 他就说了 我每天早上 凌晨三四点钟 我就得起来转一下 今天偷不上东西 我得出去转一圈 偷到上瘾 肆无忌惮的邓国华 竟然还有一个 无比荒唐的梦想 他说 他要偷出一个百货商店 他准备开一个百货商场 这是他自己亲口 对女士用品的盗窃 也正是源于这个原因 除了部分给他的女友留用 大部分的女士用品 他都邮寄回了老家 想作为未来商店的户神 但是偷来的财富 注定不属于自己 荒唐的梦想 也注定会破灭 邓国华落往一个月后 他藏匿在河南老家的 整整一屋子脏物 全部回到了金厂 2009年10月18日 一万多件 整整装满了一卡车的脏物 全部返还到了施主手中 一万多年10月18日